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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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躲在你后面保护女儿 爸爸 天外魔君怎么就杵在那儿 他动不动 我知道了 他不是要来攻击我们 他是要来找蓝灵王 那他又没有办法进入九五虚拟接待所 所以只好在外面握握手 我去问问看 好 好 上回掌 不知道是超女郎还是黑高 所以我们就暗兵不动 对 现在暗兵不动 他就不会攻击我们了 不要惹他就好了 知道吗 因为还是盟主厉害 知道把他们两个找到九五虚拟接待所去 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好多的无谓的骚扰 老母亲 为什么魔君要一直来找蓝灵王呢 难道他是母的 他找蓝灵王去当他小狼狗吗 不要 胡说八道什么 人押来肯定有目的的 蓝灵王身上一定有他要的东西 天哪 为什么我们家里魔戒 听外魔君都会惹上 你们在搞什么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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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祝不要用枪指着我 手机啦 手机 吓死了 可能外面那个打给我的 上飞吧 听不懂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你喔 你说 嘿嘿嘿 OK Thank you 谢谢啦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这附近被破坏的 易能环护磁场 已经完全修复了 也开始正常运作了 所以刚刚那个也跑掉了 Yeah 熊狗 没想到 消失已久的游侠 羌灵王的乌风 竟然在你这里 哇 有效也不错喔 知识很丰富喔 这个乌风你也知道 而且你还可以长那么久 还不拿出来 真有性子 嗯 嘿嘿嘿嘿 老母带领啊 你好像线队的卤了 耶 嘿嘿嘿 借我看一下啊 哎呦 好重啊 哇 这枪有占领负贴 除非持枪的人 符合占领的条件 要不然你力气再打 你拿不起来 哦 我听了喔 不这么简单啦 好啦 阿公再到外面 顺顺顺顺比较放心 嗯 小点吧 好啊 先生 团长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 没有 没有 很好 就是因为那个 田婉某军这名字太可怕了 听到的时候吓得腿软 没事 没事 我跟修在讨论要怎么讲 我即将发现事情告诉你们 修 你来讲吧 宇宙总共有十二个时空 我想你们应该都很清楚 另外其他十一个时空 善都已经输给了二 而现在 迎接各个时空的时空之门 隐约魔界的阴谋即将要关闭了 他们正准备集中所有的活力 来对付我们 企图统治整个宇宙 而唯一能够阻止这件事的 就是终极铁客人 夏天 莱丽王 今天之所以找你们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发现 你们两个都具有成为终极铁客人的条件 我知道你们都很惊讶 但是成为终极铁客人的候选名单里面 绝对不只有一个 夏天 你要成为终极铁客人 所必须达成的条件 要凑齐五种原位义能 风 火 雷 电雨 我知道啊 这我听你说过 那莱丽王 你很惊讶 你有成为终极铁客人的知识 我现在已经是个义能全世的麻瓜 你说我可能成为终极铁客人 沒錯 你再开我玩笑吧 如果你只是个失去力能的麻瓜 就不会引来天外魔君的际遇 老实说 我也是在看见你之后 才确定 你有成为终极铁客人的条件 只是你们家族余生起来的优浪条件 只要能解开你身上的七星咒 就能够成为终极铁客人 我身上的七星咒 你果然不知道 你果然不知道 当初一定是有人发现 你们家属这样的优浪神秘 才对我们祖先释上这样的咒语 让你们祖先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含冤而双 累积到的第七世 也就是你这一代 假使你不能成为终极铁客人的话 他们的子孙 就永远不再有这种情谊 好 好了 足足的事情就讲到这里了 不过老实说 蓝灵王 你是我认为眼前 最有可能成为终极铁客人的人 王主 我先前你把我封的原位 一年重回夏天了 夏天也越来越强了 目前蓝灵王是一年全身 照道理来说 最有机会成为终极铁客人的 应该是夏天啊 秀说的对 王主 我从董事以来 却已经开始杀戮 我 已经家人都已经惨死 我已经不想再恢复艺人 失去艺能 根本不可能当终极铁客人 所以 请你们别把希望放在我身上 你先别急忙 那我先失败 秀 夏天要成为终极铁客人的条件 你只是一半而已 还有另外一半 并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是 除了拥有五项鱁客人之外 还会像蓝灵王一样 失去损伤所有的艺能 再重新开启 这样呢 才能够充分掌握蜂火雷电雨 所以你们说说看 现在是谁 跑在前面了 你说盟主说 蓝灵王有可能成为终极铁客人 而且几率还比夏天高啊 是啊 只有眼前来说 蓝灵王已经过了第一关了 他只要解开七星座的束缚 就有可能成为终极铁客人 夏天 你不要太沮丧 蒙主他并没有否定你的资格啊 你们两个都有机会的 嗯 小哥 你千万不要沮丧 因为你们两个真的有机会成为终极铁客人 要是你们两个都成为终极铁客人的话 一个是我的好哥哥 一个就是我的男朋友 那我就是终极铁客人母后的女人了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我想 现在谁成为终极铁客人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谁可以先跳出来解救这个时空 如果终极铁客人真的只有一个的话 蓝灵王又可以成为终极铁客人 那我们应该尽全力的辅助他 是吧秀 我们堂堂东成为 我觉得没这么幸运欸 乍看之下 蒙主好像是因为时空之门关闭的危机 才想要拉拔你们两个成为终极铁客人 但是 我总觉得事情的背后不单纯也不简单 我也觉得 蒙主好像在隐瞒一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是不是秀 我们堂堂东成为 也认同你这个说法 必须要成为终极铁客人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而蓝灵王身上的七星咒 当初 到底是谁下的 又该如何破解 这也都还是个问题 我前半生都在效忠耶安娜的家 对于成为终极铁客人 根本没有幻想 现在失去家人 一年也没了 根本没有任心思成为什么终极铁客人 什么善恶斗争 全都与我无关 我也不想干涉 前面无需再跟我做讨论 小蓝蓝啊 小蓝蓝 等我 没想到 蒙主 找他们两个去谈这么严重的事 根本没想到蓝蓝蓝王也有潜力成为终极铁客人 是啊 没想到 好了 现在两个人都有资格 那我们是不是 不应该只是为夏天盘算啊 我们是不是也要先解掉蓝蓝王的那个七星咒 是啊 七星咒啊 你这样又觉得 王太大公无私了 好像很伟大 我 我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能够独当一面 我忽然觉得 我老了 是啊 真的老了 死人 你死了吗 是啊 真的死了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啊 有没有在状况内 有有有 当然在状况内啊 你刚说什么 说你老了是不是 我看看 不会啊 你看你的皮肤 水嫩嫩的 跟儿子几岁的少女一样 哪有老 谁敢说你老 谁 谁 谁 跟我说 你就说这么说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自从那个魔君走了以后 你就心神不宁 说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没让我知道 说清楚 熊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我在想什么 你全部看得出来 好 我跟你说 这不是嘛 这事情太诡异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嘛 我跟你讲吧 嗯 你跟韩可以再回来住 我才觉得诡异呢 你是不是在外面 又有私生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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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我们说重叠 你说重叠 对 我说重叠 好 哎 这样子 今天下午的时候 这魔君要入侵九五虚拟招待所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 很阴森的一种气息 好像在监看我们的一举一动 你知道吗 我天脸棒草 我跟我阿爸在那边 我们都没感觉到 你是麻瓜 你会比我们还厉害 你那叫神经过敏好不好 不是个 我不是神经过敏 我真的感觉到啊 我 我就觉得说 有一种很阴森的气息 一直在身边 可是很奇怪 他很熟悉哦 哎 他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有怀疑了 你知道吗 可是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他的呢 谁 温老辈 你老辈 嘘嘘 小小一点 没错 就是我们耶和那拉家族的老掌门 温老辈 可是不对啊 他已经过世了不是吗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啊 死 他 他打死 漂亮 你打个大赛吗 他如果没死 他干嘛让你二弟在那边做威做福啊 我 小也知道 你真的感觉到那个是你脑袋吗 你刚刚说的刚好也是我不敢确定的原因 真的 我懂啊 毕竟我只是在那个瞬间感觉到温老辈 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温老辈 所以我如果现在说他是温老辈的话 他其实根本就不是温老辈 对 好 那我懂了 所以我就 对 你 嗯 你讲了半天 有讲就没讲一样嘛 那说的也是哦 好 好 那那就算了 就当我们一说好了 好吧 我们就先休息 今天累了一天了 好吧 先休息我们明天再来讨论关于温老辈的事情 啊 睡了 睡了 我还是睡着呢 嗯 还是我今天可以 嗯 嗯 稀怕香炭稀吃 吃四肯也吃不吃 嗯 嗯 嗯 大佑啊 我新酒来讲啊 你来年王又可能变成终极铁客人了 嗯 还有啊 那熊哥好 还要帮他解除了吃心臭的 吃心臭的 吃心臭的 如果说了这个演技 我实际不知道你们大队是在做什么 我哥怎么了 啊 你哥哥当盟主啊 盟主做嫁 他要出事啊 都要找人家帮忙 大佑啊 你不能这样说 哦 因为这盟主啊 他自己身体不好 平坏维持 所以啊 他才知道 把他做一个终极铁客人 啊 为了要看一个终极铁客人出来 就可以黑白不分哦 咯 南陵丸的出身上面 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吧 他是邪道的圣战禁卫军的统领 跟我们大家的玩笑都带他改动 明明就不是我们这国的 我们是怎么要解除七星座 还要把它变成终极铁客人 你们大头都对手 哎 我要为我哥平反一下 我哥从小就是个奇才 他都能洞悉古今天下所有的奥秘 他一定能知道啊 南陵王身上的七星座有什么玄机 哎 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是什么 我知道 你说 你问不 哦 全部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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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这个话说的快 你是斩魔烈士耶 对嘛 这个话传出江湖留为笑评 笑评 来 我们就唱一下 啊 哈哈 啊 啊你呢 你走什么 要我说的话 应该就是 人的怨念 怨恨的念头 哦 哦 这种怨恨的频率的能量哦 太恐怖了 对啊 你们想 南陵王身上的七星座不只是咒诅耶 而且还是七世祖先的怨念 把七世的原力都加在他身上 只有多么的强大啊 啊 我想他一定会比夏天更早一步变成终极铁客人 对哦 这个天外母亲啊 我也穿南陵王啊 连那个青天爪都洗出来了 哎呀 这个南陵王啊真是不简单的 少年朱英雄啊 你这下来我听不懂 我给人家 你来找 等一下 哎 我没有付财料费 不是 他这下流 他脾气了 从年纪到现在都这样子 更小当生气啦 算了算了啦 这也难怪 哪个阿公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成才 你看现在杀出一个南陵王 站他的位置 当然不爽啊 你刚刚好挑起食欲来没东西吃 我吃茶叶 这可以吃啊 可不可以把酒给你给我 吃啊 茶叶我来的 喂 这怎么这么快啊 秀 我有时候觉得好无力 以前的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会成为终极铁客 直到你出现之后 我开始慢慢相信自己 成为终极铁客人 会是我的目标 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南陵王 秀 你说 我应该持续这样继续的竞争吗 或者我是退出 来帮助你成就南陵王 夏天 你不应该这样说 我知道 南陵王的机会比你大 让你很稀奇 但这不代表你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白费的 而且现在这件事 已经不是你们个人意愿与否了 这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命运 你们是改变宇宙命运的钥匙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但就有眼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不准觉得南陵王机会比较大 在这么急的局势下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努力 集中在机会比较大人身上不是吗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先不管齐心之后要怎么接 南陵王经历这么大的劫难 他对人生已经持续目标与你必须 要说服他努力 可能就要一段时间了 你也不要故意太多 你的机会又不是零 眼前来说 你只要好好的练习鬼扣 尽快找霍玉雷电 其他原位易难者 属不定 比姐开心情走还要快 你太顾忌南陵王有了不好 我不是不想要努力 可是现在情况那么为止 我不应该直接想要在这个时候 成就自己 而去和南陵王征这个位置 而且你一次要帮助两个人 太累 太浪费时间了 夏天 我觉得把赌注压来机会大的人 是一个方法 但是相对的 把赌注分散 我看虽然赢的钱比较少 但至少绝对不会输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夏天 或许以我的身份立场 并不该这么说 但是我对你的确有私情 我帮你当成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所以我更不希望你在这时候放弃 谢谢你这么听我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努力的会抱你 不然是不是很不够意思 你知道就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努力的会抱你 今天还真难得 你自己要出来走走 我希望你找我家里应该都闷坏了 我以前都幻想自己跟喜欢的人 像这样子手牵着手 就算到老 还是一直牵着 木头体质 没牵去 不牵就不牵 有什么了不起的 等我 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停下来 我问你个问题 你答应我不要生气 我不答应 就算你不答应 我还是要问 你收到那么多的伤害 连家人都没了 难道你不会想要变成中期铁客人 去找那个二少爷 把他打得残花败流 我只是叫你变成中期铁客人 你干嘛脸那么吵 你讲错了 应该是落花流水 对 是落花流水 夏天教我的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 之所以这样被二少爷诬赖陷害 就算有艺能太强 有兵权在我 他对我有所顾忌 炒一下这样的毒手 我自己就算了 就连爱我的人都受到伤害 因为艺能 我已经失去太多 也伤害太多了 我这辈子 都不会想再发展艺能了 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是中期铁客人 我还是会一直喜欢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的小哥说 我是打不死的蟑螂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别傻了你 我身无异能 而且仇家又多 你这样常常跟着我 我没好处的 你在关心我吗 我怎么听错 亲爱的神啊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请你帮助我吧 让来龄王成为我的老公吧 我会变成他新的家人 我会好好帮助他 那就请你保佑我呗 谢谢你 这昨天出现在下家门口还市的 除了天外魔君之外 另外一股魔逆绝对是老爸没错 虽然我已经变成麻瓜了 但老爸呀 你的气息我是不可能会认错的 这是老爸呀老爸 你既然没死的话 你为什么要放出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呢 还留了一封无解的魔语家书给我 更奇怪的是 这二弟继承王威之后 李当对我赶尽杀绝 夺回喜魂曲跟搜魂曲才对啊 可他就派人来求和 不不不不不 我说二弟啊 这绝对不是你的作风啊 表面上李又说得漂亮 但你的目的绝不单纯 这老爸二弟到底在搞什么鬼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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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别想了 那以前最实际的方法 是直接找二弟当面给他问个清楚 比较实际吧 嗯 哼 还好 当年离开家的时候 还留着那些亲信部署的灵活方法 只是这你还在求饮呢 不知道还管不管用呢 好 好 好 喂 请问是黑霞吗 我是谁 我是叶赫纳拉斯人 哎 好了好了别跟我客套了 喂 想请你帮个忙啊 啊 那个 麻烦你 帮我联络一下 我二弟叶赫纳拉斯斯好了 就是交友啊什么的 今天真的很漂亮 你到底有没有来过啊 哎 哎 你有没有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这月光上散步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呢 哎 如果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牵一个小孩 然后呢一起散步 虽然小孩啊 非常的卢又非常的烦 但是如果是你的小孩 那就另外说咯 我一定可以当个秤职的好妈妈 以后呢我们就一家三口 吃完饭之后呢 就可以出来散步 三万步你看 又有月光下的陪伴 你看我们多么美满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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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等我们以后 要非常好感情啊 哎哟 那不是英语能被非的蓝领王吗 怎样 溫妻尸骨会寒 就找别的女人啊 而且 你在这儿被我们俩赌到 算你倒霉啊 以前的账秤积算一算吧 想到以前 我们兄弟俩被你害惨了 你还记得了吧 这是我跟你们之间的事 放他走 我任凭你们诚挚 希望是怎样 你还会跟我们谈条件 这妞长得还算不错 那你就交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说不定你还可以让你多活个三秒钟 哈 你们这两个魔化败类是怎样啊 欺负女生啊 还欺负我的蓝领王 虽然你以前是他们的仇人 但我想你以前是做什么剑犯科 还有是做什么下流勾搭 蓝领王才成见你们 天天 你不要跟人教训不可 哎呦 这妞还挺呛的嘛 怎么样 我们就是趁人之围 你咬我 伤得雷琪 什么 我凭你赞麻瓜 别想英雄叫美啊 兄弟 我们先玩他 这几个蓝领王 不准你们动他 就凭你想阻止我们 你省省吧你 不凭你变的 那不是 你不在意帮忙 有人想去 沉述 可能 这手 你不在意带 よし 打在她身上 多恐怖啊 来来来 莱宁王你来 坐坐坐坐下 雖然夏美是低阶的电能 那你现在是麻瓜 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对啊 你知道 刚才打在她身上 一点都没有事 好没能 对不起 我不知道为前的仇家会找上门来 他们的艺能非同小可 还好下面的极电术发挥作用 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梅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用极电术极就很难领我 他不但没有事情 还增强了电能的能量 对啊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用过这么强的电能 我真是觉得 我应该到台电脑就找个副业好了 你省什么你 别把台电炸了就好 不过这可真离奇了啊 这妹妹的电能伤不了蓝银王 却反而增强了那个电能 这真离奇了 救我 你干嘛啊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一动手 你的龙骨就会被我捏水 全身弹簧了 你应该不会认为我失去一能是假的 你该不会认为我失去一能是假的 想要借此逼我发狗 如果你要逼我动手的话 我失去一能的事 信不信由你 要动手随便你 反正我这条烂命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对不起 我不需要有合理怀疑 没事吧 没关系 只是夏美跟我的事 我也没有办法做解释 所以 所以你有其他想法是不是 我想蓝银王 应该是风雨的电之中 电的原位亦能行者 你的意思是 南银王 是电 我想应该没有错 你说我是 电的原位亦能行者 所以你才可以把夏美 DJ的电能放大增强 能亦能被费变成了麻瓜 但这反而显现出了你 纯粹的原位体质 我是风的原位亦能行者 刚才我的手 其实在对你发工 但很明显却没有作用 所以你应该就是 电的原位亦能行者 哎呀 这阵子安排得太巧妙了 原来蓝银王 是电的原位亦能行者 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话 我看我们包括蓝银王自己 都很难察觉得出来吧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天生的一对 我想阿公老师 转变爆反对我们咯 这就是天意啊 小妹 天意 这要夏天也不可能 变成终于铁克人了 啊 这 为什么 因为蓝银王的艺能被废了 如果要恢复他的艺能 必须要减从他身上的七星咒 但据我所知 他的七星咒一旦解除 他们家族里 七次祖先所组成的巨大能量 将会让他瞬间成为终极铁克人 那很好啊 他变成终极铁克人 那就请大家叫我终极铁夫人 铁夫人 真是的 终极铁夫人 若然又变成终极铁克人 那他将不是纯粹的 店的原位能行者 嗯 这倒是真的啊 终极铁克人是集全天下 所有艺能于一身混缘一体的 如果蓝银王要变成了终极铁克人的话 他自然就不会再是店的原位 艺能行者了 哎呀 哎 那可不可以一半啊 就是呢 把他七星咒解一半 然后呢 让他还是店的原位艺能行者 然后呢 他就救小哥 这是不是就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你脑袋塞了下巴是不是啊 想的就美 本来就是嘛 老母大人跟修讲一下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想一些有的不的 这整件事情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谢谢大家的好意 可是我无意成为终极铁克人 虽然我背负着祖先的期待 但毕竟这是欲望的延展 欲望使人变得邪恶 我想该在我这一代停止了 七星咒 就愿意让他停留在我身上吧 可是 我愿意为了帮助夏天 恢复秘乃 可是 好了啊 妹妹 你不要再说了 我想这是蓝灵王自己的决定 我们也不好再勉强他啊 是不是 你真的 dilek 是啊 Chairman 你很快 我是做别的 我笑他 我是不是有没有 太沉重了 压力太大了 我以前就不希望夏天 去跟人家比那些有的没有 就是守本分就好了 你看那个蓝灵王啊 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 他对成为中级铁客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我们也别瞎操心了 一切就顺应天意吧 我怎么突然怀念起那个 夏天以前啊 每天不是跟我吵 要 要 要学吉他有没有 原来那么简单的生活 才是最幸福的 是啊 你一说我就想到了 我也好怀念以前那一种 淘酒喝 宿醉到死的日子 原来你怀念的是酒不是我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逗你啊 宋安 你记不记得 我们有一年我们去那个 墾丁的海边 我们两个躺在沙滩上面 看着远远的夕阳 喝着三十年的威士忌 有没有 就这样子一直做 一直做 我们那时候还约定了 说如果我们两个有空的话 我们要找时间 两个好好去巴厘岛度个假 放松一下 你记得吗 没错 好 我又想到了 我们说那个 那一次到法国巴黎有没有 我们 我们在机场 上面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 露天咖啡厅里面喝着下午茶 法国 法国 巴黎 咖啡厅 那有我吗 没有你吗 有吗 我记得有吗 好 不 我记错了 那是跟吴脑北一起去的 他带我到法国去玩啊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法国街上 买了好多东西啊 两个人坐在那咖啡厅里面聊天啊 我最近心神不宁东想西想的 别理我 别理我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脑被炸死的事 这怎么可能呢 没有 没有 你上次跟我说过之后 我想了好久了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熊 我老爸他没必要炸死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了 你贪心什么 就 中年人莫名的多愁善感啊 瞎讲 瞎讲 我看在我还没找到二弟弄个清楚之前 还是别跟熊说太多 免得到时候淋累到他了 没了 我没酒吧 来点吧 干了 啊 蕭啊 你是哪里不舒服 你没事这么抢心 这很久我没有看到蕭这样的鬼龙 有那么一点点的 想念他 废话少说 夏天没有酒 就让我鬼龙 来代替他 好 灭和那拉家族的掌门人 他因为怕魔戒的反扑呢 所以他特地的魔戒 养了一批极其邪怪的鬼龙眼鬼君 贪超文 老人都跟你讲话都没有在听了 贪超文在干嘛 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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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啊 啊 Hate 啊 我 这是 寄作笔的 我的 that 你不会爱我的爱 我明白 你的最爱 那一块 那天我才存在 我不会爱你的爱 受伤害